我們會4到59,所以其實你這邊給他i就可以了 逗點之後的話呢,哪一欄 哪一欄的話呢,我們是b欄,所以你給他輸入2 或者是我習慣這樣嘛,他還有另外一個表示方式,就是b b欄的意思,就是你在sales裡面 那用sales都是配合回圈 因為你用range,他沒有辦法 在那個後面的數字,因為range後面只能加上 像坐標,比如說b1啊,這樣的一個名稱 那sales是可以放數字,所以你在跑的時候 放這個sales會比較簡單,那等於什麼呢? 等於我們的公式,那公式的話,第一個是range 因為這個地方,這個位置呢,他不會變 如果是不會變的話,我就可以用什麼?用range就好了,會比較簡單 range,然後呢,在上面的,然後再加上 然後再加上 乘上 a1 那a,這個這個這個 乘上哪一個呢?乘上 這個利率部分 那利率部分的話呢,因為這個裡面的直落會跟著動的話 你就要給他一個sales sales 挖壺 那哪一列呢? 這地方的話呢,就是i列 然後逗點 哪一欄呢?a欄,然後我就直接給a好了 這樣的話呢 就ok,然後把它刮壺起來,後刮壺 那這邊最好,因為我這邊為什麼會用sales 因為這個數字會變動 就用sales 那這邊為什麼用range?因為這個值裡面就固定在這裡了,所以用range就好了 然後再怎麼樣呢? 1 幾次方 那這邊空一格 幾次方 其實在 VBA裡面用的符號跟函數裡面用的符號一樣的 只是說前後你要把它加上空白 加上空白 然後再來就什麼?range 因為我上面的這個值 也 上面這個儲存格位置也不會變,所以這邊的話我用一個b3 因為我指向b3 ok,然後這邊記得要後刮壺 好 這樣的話呢公式我就打完了 可能第一次如果你接觸這個 VBA的話你可能會比較容易有問題應該是這個sales 這個物件 但是這個sales物件呢對於VBA設計 太重要了 太重要 如果你這個地方 然後 能夠 這個清楚的話 那其實將來在設計會越來越得心應手 在這裡的話我們跑 做完之後的話 那 接下來就執行 那我怎麼做執行? 特別注意就說 在偵措裡面 會有一個 逐航 我建議各位剛開始 不要直接執行 而是要逐航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逐航 按F8 那如果說你要全部執行的話 就是按F5 其實在這邊有一個 直接執行的按鈕在這裡 它是F5 所以記一下 可能要記一下 那我按F8的話 它會